請大家訂閱我們Youtube 和按LIKE 我們要跟各位聽眾說抱歉 因為是一個牽涉到意外的技術問題 好像在未完就已經斷了 聽眾問起來我們都在網上解釋一下 今晚我們都需要補一補費 上次的節目是甚麼時候突然斷了 講到以色列阿次官和我一直講到 戰後被殺太多猶太人 歐洲人、西方國家戰後痛定思痛 亦都覺得負了很大的罪咎感 支持猶太人去復國 起初英國人想在非洲 給猶太人 次官上次提及過加南地 加南地古代叫加南 迪夢人、摩西 押元召以色列阿及重新 持出安革 迪夢人、咖啡去 dil 加南是一個人名 是羅雅的孫 加勒南之地的另一名字,就是現在的巴勒斯坦 摩西帶領猶太人出息,在聖經講一下 應許之地是蜜糖與奶,流奶與蜜之地 很厲害,你說現在這麼稀罕? 只有蜜糖和牛奶,但當年走爛的時候 這兩樣的奶是寶物,很難得到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或中東地方很多人是養羊 羊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營養內緣 食物內緣和營養內緣 正當飯吃,因為羊奶營養比牛奶好 還有,如果我們能吃芝士,很多人都不能吃 都能吃,但不太喜歡吃 吃芝士,我喜歡吃的 羊的芝士,嘩,是上品 我見到呂王在我們對面凍起兩隻手指公 尤其是意大利菜,羊的芝士,是上品中的上品 做得好,沒有好也挺 不過我們是台灣玩 蜜,大家也知道,是甜的,代表很棒的東西 你知道,當時中東地方,以色列這些中東地方 很多地方是科莫來的 有賴與蜜之地,當然是最正的 陸洲是可以駐人的 當然是正的 變成一個應許之地 回到復國,有一個原因 最有原因的 就是英國、美國這些強大國家 包括法國有份 這些其實呢 內心有一個 不可供仁的 gender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開始知道 此地乃石油之產地 沒錯 這個佔領了這個 即是佔領了世界的能源 沒錯 這個能源,在那個時候 現在就說另一種人能源 在那個時候是唯一能源 比煤更加厲害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好的工業國家 或一個大都會 必定要有很充足的能源 你知道英國本身是煤 美國有時候 加拿大就沒有發掘 中國呢 就只有一個煤 我想呢 如果用當時的編出來講 就是相當之 相當之 相當之 弱啊 還未發現這個所謂 大興有田 這個呢 中國呢 中國希望呢 那些廣大都會有時間去搞 煤燒火車呢 等到它來呢 天亮 等一等下 等一天亮 所以呢 這些歐美國家 真是有先見 能夠這部棋佔了這個地方呢 中東這個出產石油的地方呢 都有莫大的利益 他因為呢 他們看得到 以色列 一個猶太人復國 恢復回以色列 這個亡了兩千多年的國家呢 這個國家的人呢 他始終那個文化和宗教源流呢 是接近西方 是啊 伊斯蘭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和西方融合 水和油混合 沒錯 所以他就放一個代理人在那裏 牽涉到局地原政治 和石油能源的地方 這個能源的地方 但是中東有一個很奇妙的關係 就是 猶太人 其實和耶教的關係呢 今晚我們要講了 是千絲萬縷 既是他們的祖先 既是他們的祖先 既是耶教的子祖 他和魔性一樣 但是又是他最大的敵人 是的 我們上次也提過 西方歐洲的基督教 長期排猶 反猶 甚至殺猶 屠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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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百萬這樣殺 反而相對來說 伊斯蘭世界和阿拉伯人 雖然歷史上都有一些零星 和猶太人有零星衝突 但是呢 那個仇恨本來就不是那麼大 是的 最慘的是 當猶太人被羅馬人鎮壓 離開了他們的原居地 即是公元七十年之後 開始離開原居地之後 阿拉伯人呢 就慢慢進去現在的巴勒斯坦地方 是的 住了下來 雙方都是原居民 是的 我住在這裡這麼千多年 你又要回來說 你要拿回祖先的應許之地 那當然是不肯過你了 那那些人去哪裏 是不是做二等公民 讓你管理先 一定沒有可能 那時候 四五到四百年之間 一旋一旋的猶太人 很多是集中營那些出來的 每個人呢 決定回祖先的應許之地 當然也背後有西方推動 尤其是美國人的 美國佬的金錢 是支持得最重要的 猶太那些金融家背後的支持 有兩種人在美國都是猶太人 第一種傳媒 傳媒這件事 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成為了真是一種勢力來的 為什麼呢 人民知不知情權 能不能夠透過電子傳媒 或者有些傳媒 知道世界上的事情 全靠他們 第二 第二 更重要的 就是叫做editorial 就是評論 評論那些口 在猶太人把他採握 即是說他拿著你的折筆 那麥加東說的 指揮筆幹子 不是槍幹子 指揮筆幹子 指揮筆幹子 指揮咪 哇 這個力量很厲害 第二 就是金融 又是猶太人的主持 這兩美 只是這兩美 已經控制著全美國及世界的大出世 只是這兩個大美 還有其他婆子那些 那些很厲害 那些很厲害 很厲害 你看大學裏面那些 又是 又是 政界那些 好像基辛格這類 哇 那些人才 藝術呢 藝術 建宗呢 全部都是猶太人 還有科學 佛洛洛伊德 是 是 我們數下去 十隻手指數不足 一百隻手指一千隻手指數不足 數不足 真的好可怕 那些猶太人呢 因為他的英訓之地 是在我們祖先 在加拿 即是 後來叫巴勒斯坦 你英國人叫我們去非洲一定不肯 那就決定大家一起回英訓之地 還有他們猶太人呢 有一個很強的信念 我沒有這個巴比倫攻陷耶路撒冷之後 即攻完前五百六年 兩千多年來 他們都有一個堅持的信念 一定會復國的 我們祖先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回去我們祖先原居的地方復國 那個信念是很強 而他們兩千多年 那個猶太的宗教思想 傳統文化是堅持下來的 幾受迫害都好 他們都堅持下來 這個是值得我們佩服 是的 沒錯 結果 真是去到一個這麼慘絕人懷的屠殺之後 他們真是萬眾一心 死靜下來的一百人 萬眾一心 一於就回到這個 因為有錢出錢 在美國那些有錢出錢 那些身無障礙物那些 就有力出來回去 一落船 直立起槍 就跟當地的 已經住了很多年的 巴勒斯坦人 其實都是阿拉伯人來的 開拖 起初他們不夠打的 不夠因為巴勒斯坦人人多勢眾 而且已經在那裡有基礎 然後聯合國叫停火 停火之後 猶太人重整旗鼓 又打贏巴勒斯坦人 1948年 獨立戰爭 以色列名正式立國 是啊 那你這裏 又加個龐枝 大家更加清楚的 就是 猶太人的科學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 是世界頂尖的 這個科學包括什麼呢 包括做原子彈 是 包括 MISO 即是飛彈 即是德國的飛彈 V1E2 V1E2 包括 軍械 航母 潛艇 這些人 後面軍事的工業 都是猶太人佔很大的貢獻 那你不要說 這個 美國蘇聯 去到 攻佔了德國之後 國有國 掃了那些科學家走 是啊 是啊 大家抓一批 有些去了蘇聯 有些去了美國 是 就是將來發展太空科技 發展現在的 現代科技的源頭來的 沒錯 沒錯 這個 可能聽眾說 德國的猶太人已經殺殺了 沒錯 但他們那些科學家的基礎 是在猶太人那裏 是的 莫恩斯坦本身就是德國人 德國的猶太人 猶太裔 猶太裔人 猶太裔人 排右之後 他就去了美國 繼續在那裏研究 所以很多東西 心理學法律伊德 又是現代心理學電機人 你剛才說的那些武器 原子能 都是猶太人 真是各個領域 都有他們的人 金融更加不用說 整條華爾街幕後的大老闆 都是他們 所以 在這麼艱難的 四位是環繞著敵人的 加南 就是巴克斯坦 可以建國 可以建成以色列 當然 之前那十幾年 我們現在所說的恐怖分子 其實是以色列行先的 巴勒斯坦人 針對以色列人所做的 以色列人做了很多暗殺團 是以色列行先的 是他行先的 是他行先的 是 美國後面支持 就是情報和軍械 是 但是如果要講勇敢 要打得那麼實的力大 但是以色列在那十幾年 是很厲害的 到現在仍然是他最厲害的 他說哪一個人 是納粹黨 遠遠追逐你 你無法離開 他直接找特務 去南美洲 就殺你 他不是殺 抓到你回以色列 就受審 然後判你死刑 然後算過法庭 站在身上 如果要抓不到你 就殺了你 是 天腳底也要追到你 天腳底 那你有仇補審補 都是不怕的 人都怕了 以色列人 而且他在復國之前 以色列未復國之前 那個暗殺團已經很厲害 他針對除了阿拉伯 一些反游的領袖之外 因為當時英國是控制巴勒斯坦地 那些英國的高級軍政人員 都是他的暗殺對象 是你來鎮壓我們猶太人復國 那我就會動你 我告訴你是西方還是巴勒斯坦 你是我們左頭左勢 我就會動你 絕不守 因為他們說 我們怎麼可以守願呢 我守願的時候 我們就全國都會打破 沒錯 這個憂患精神 真的以色列是 在他復國之後 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強勢主動的地位 沒錯 而且我們看回他 他復國都未是 他復國是很空險的情況下 他之後還打了三場仗 他由1948到1973年 打了四場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 周圍的戰爭 第一場就是剛剛我們說了 1948年的獨立戰爭 以色列復國 第二場就是1956年 就是蘇伊士危機 打入埃及西內半島 贏了 但是美國施壓之後 當時蘇伊士危機 令到英法勢力撤出中東 以色列也撤出西內半島 都是贏 不過放棄自己的 不佔據地方 因為美國的壓力 1967年的場景 非常厲害 六日戰爭 六日戰爭 或者叫六五戰爭 即是六月五日開始 六日時間 就打贏了你周圍的聯合部隊 尤其是埃及 徹底摧毀埃及 和敘利亞和約旦 而最重要的一個意義 就是重奪耶路撒冷 是啊 這個厲害 這個很厲害 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 被羅馬軍產平 從此猶太人就失去了耶路撒冷 連這個 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 所羅門聖殿 所羅門聖殿 是被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的 巴比倫 尼波格里塞王 已經撒了 之後重新返回之後 就重建第二聖殿 第二聖殿 按次官說的 就是在公元70年 就是被撒掉 耶穌預言會被拆除的聖殿 就是被撒掉 連聖索也沒有了 聖索也沒有了 可惜他們沒有辦法重建聖索 因為聖殿山上 裡面就有兩座清真寺 就是阿拉伯人 即是伊斯蘭教徒 在進入耶路撒冷之後 公元七世紀進入耶路撒冷之後 就已經建成了兩座清真寺 一座就是聖殿圓頂清真寺 我去年也上過去 他外圍是以色列軍 賀槍實彈 握了M16部槍 全部守住 但是他們不能夠進入聖殿山 聖殿山是由阿拉伯人管的 宗教徒財產委員會 宗教徒財產委員會 的名字 大概這樣叫 由他們去管 進入聖殿山的時候 要嚴密的搜包 過檢安檢 有限度開放 每天開放大約兩三個小時 有限度開放大約兩三個小時 是嗎?我沒有去過夜深 但我下午看書 你可以進去參觀 只有伊斯蘭教徒才可以進入聖殿山 前幾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進入聖殿山 結果引起外交風波 以軍和以色列總理都不能隨便進入 內塔尼亞胡這個人要抄一筆 這個大佬是以色列的暗殺隊隊長 這個要講講 內塔尼亞胡的大佬最精彩的一役 剛剛次官說了 他做上教的就是1976年 帶著一支以色列突擊隊 由以色列飛到當時非洲的烏江達安特比機場 救他的被騎劫的同胞 其實是法國飛機 就被巴勒斯坦為主的槍手 還有德國的赤裏 騎劫了當時的烏江達 為什麼烏江達呢? 當時有個叫肥佬亞敏 那條傻人亞敏 那條傻人亞敏 那條傻人是七星 他說五星都不夠位 六星都是其次 他說七星 七星上升 全身都是勳章 據說他是吃人肉的 問自己老婆都吃 不止他花柳上路 哈哈哈哈 花柳上路呢 近年都少了 花柳上路是傻了的 傻了的 沒有幻想 傻傻奸奸的 支持他們去劫機 那你的飛機飛來我們那裡 對嗎? 是 同意識力相差四千公里 都是 喂 那你不要來吧 怎知道意識力真的 就是奈塔尼歐的大哥 是 上駕 當時的上駕 突擊了上駕 帶隊去 帶隊去救 沒錯 本身犧牲了一個突擊 就是他 他死了嗎? 就是他 只有一個人死 就是領隊上駕 但是大部分 另外犧牲了幾個人治 其他超過一百個人治 全部救回 原人連人大機救回 是 這個就是結了 全世界轟動 全世界轟動 也都全世界佩服 他是以色列的專業和戰鬥意志 不能跟全世界的軍隊中戰鬥意志 以臭他 只是以色列最厲害 最近俄羅斯有些軍事觀察員 評估過 世界上 如果以單一士兵來計 戰鬥力最強是以色列軍 當然 其次先到俄羅斯 有排還未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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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多軍官 把老婆子女送去美帝那裡 有排都不是 你怎麼打 但是以色列不同 他知道他們不能輸 一輸就是國亡 不是黨亡是國亡 而且他們不能把老婆子女安排去美國 不能走 我們所有人去到哪裏被人殺的時候 只有應他之地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 只有他那個地方 他覺得是自己的地方 是的 所以 1967年那場仗 我還記得 我去這個 去年去耶路撒冷的時候 因為耶路撒冷的舊城分成 猶太區 亞美尼亞區 穆斯林區和基督徒區 在猶太區還有一幅很大的海報 有兩幅很大的海報 就是以色列軍入城 當年歷史性入城那一刻的情況 就是猶太區可以看到的 有當時以色列三大名將 中間那個厲害了 要說一說 就是瞎眼睛的 瀑眼龍 這個眼神 回顧當年我們祖先 和自己被殺害這麼多年 被迫害這麼多年 終於來到我們哭牆 為什麼叫哭牆呢 為什麼成為猶太人最神聖的地方 大家都要講講 今晚都用西牆 沒錯 哭牆本來是西牆 即是舊聖殿 第二聖殿的西邊的牆 被拆毀之後 就剩下一個聖殿西邊的一幅牆 是最接近當年至聖所的那幅牆 是屬於聖殿建築的一部分 那舊聖殿沒有了 聖殿山又變成伊斯蘭的清真寺 那哭牆就見證了聖殿整個建立和微毀的過程 一直圓立到現在 所以很多猶太人去到都會哭的 而且要不斷大大聲摸著這幅哭牆祈禱 又寫一些心願 有這麼高、失這麼高、有這麼弱、失這麼入 這代表了他對以往歷史的連貫 他們的持續、他們的感情 即是跟祖先以及跟神的對話 只有那裡扔著 真的 真的沒得撐 真的要佩服 到第四場中東戰爭 1973年 埃及和敘利亞聯合由北邊和西邊攻打 因為伊斯蘭當時是屬罪日 操守不及 起初吃大虧 然後重整旗鼓之後就打回頭 最後十幾天之後大家停戰 就去回戰前的邊界 之後大家就不打了 就跟埃及講和 埃及主動講和 美國人就調停了 到1979年 以色列跟埃及和解 建教 一路都相安無事 大家的關係都很有好 現在以色列跟埃及 邊境是可以胡通的 不過就犧牲了沙達 沙達因為總統 本來同意色列世仇 怎知道同意色列港湖 1981年的時候被人暗殺了 在越冰的時候被自己有護衛 沐巴拉克上台 攬手執貴戰隊 做了三十年太平天子 那又沒有什麼 又含了 2011年阿拉伯朝中被人堆倒 即是說 其實阿拉伯世界 講返七三年那場戰爭 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適合次官說的 是適合次官說的 是適合次官 是適合次官 出現了全世界能源危機 是適合次官經歷過了 經歷過 經歷過 多數香港都很慘 以輕工業為主 我曾在那段時候 我記得我剛剛去美國 在美國 加利福利亞州 這個地方出石油 加州 已經沒有那麼嚴厲 但都非常節省 譬如限車速 即你的車速 超過了 可能會吃虧 吃ticket 以及美國車輪是吃油 是 如果行90mph 90kmph 你是最節省的 即是 你不能夠超過 你行100kmh 100kmh 100kmh已經是很吃虧的 也有很多 就是晚上 會關掉整個城市的 街紅燈 看到它是很淡然的 整個國家 如果你在太空看起來 全部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 香港有很多廠 香港有很多廠 那Cartel 開始產生 Cartel 即是石油的卡特爾 即是 產油國的聯合製造價錢 就不是根供求關係 來決定 純粹是想制裁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 支持以色列 之後美國學精了 除了自己有生產之外 就拿著沙地阿拉伯 柏維特 令他們變成一個親美的國家 所以現在海灣六國 即是一些富裕的產油國 跟美國關係 全部都是老友 甚至是由美國支持 他們的政府 後來1991年 伊拉克入侵霍特 美國出兵幫我復國 即是美國出兵幫我復國 即是美國出兵幫我復國 你又說說那個 聚利亞 聚利亞是一個很古老國家 本來是很重要的古老國家 它的地位是正的 非洲的北部 它是剛剛非洲和地中海 是的 它都屬於西亞的一部分 西亞的一部分 但很接近非洲 它是一間非洲的煙喉 要這麼說 是的 地中海和非洲 即是歐亞非的煙喉 煙喉 是的 這個地方也是石油的生產地 有石油出產的 不只隔離的利比亞 有 是 利比亞也有 北非也有 對面是利比亞 是 北非是利比亞 它都很接近 很接近 這個地方是兵家必爭之地 是的 所以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英國、法國、蘇聯 這些戰勝國 都想在罪難謀一個 它的橋頭堡 是的 所以中間有很多明侶暗侶的鬥爭 直到近世的罪難 就開始逐逐地反 就不聽美國人說 是 美國人是很谷氣的 其實 蘇聯佬也是在中間挑撥離間 絕對是 是的 所以搞到敘利亞新的政府是 搞搞震 就是經常出來搞搞塵 這個是它沒有辦法 因為 以色列目前是佔領了敘利亞大部分的一個很戰略要地 就叫做戈蘭高地 戈蘭高地就在以色列北部 是的 它就跟敘利亞接壤 它因為拿了戈蘭高地 就拿了一個軍事上的制高點 是的 它對以色列的安全非常非常之重要 那麼 試過逆手的 它是以色列1967年才佔領了哥蘭高地 1973年對利亞打轉頭佔領了哥蘭高地 然後以色列反攻的時候又佔領了哥蘭高地 那麼 敘利亞 因為美國是支持里爾什列 所以 埃及和以色列廣和 以色列交回西內半島給埃及 就不肯主動交回哥蘭高地 因為戰略地位太重要 敘利亞政府覺得不及埃及政府友好 那麼敘利亞就永遠投蘇聯 蘇聯望了之後就繼續投俄羅斯 所以現在敘利亞還有一個軍港 國軍的軍港是被俄羅斯用的 俄羅斯是俄羅斯在地中海的唯一一個軍港 而美國除了地中海北約是它的地頭之外 美國的第五艦隊基地還向巴林 所以基本上是敘利亞處於美國勢力的包圍 阿薩德政權一定是要投俄的 但他們沒有投美國 沒有不夠夠陣 沒有不夠陣 沒有不夠投美國 沒有不夠投美國 你投美國一定會玩完 他很清楚知道 那你砌它呢 砌到今天打散了ISIS出來 是的 打了ISIS 還有其他的武裝製作很可憐 他很多古蹟都沒有了 散了 散了 這個敘利亞對埃及和敘利亞在三大宗教裡面 都非常重要 在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非常重要 例如猶太教他們起初是一天饑荒 雅各達的十月國仔和族人去了埃及避難 那埃及是救了這個猶太教 昨天有意識力圖的祖先和猶太教 後來耶穌更加不用說了 要去埃及避難 要殺他 老爸、老母帶著他走 走了去埃及 到希律大希律死了之後才回去 救了基督教的埃及 敘利亞那邊 使徒保羅 是去敘利亞的大 原本是迫害早期基督徒的 聖經使徒行傳記載 他去大馬士格的途中 打稱最大的首都 沒有錯了 到前仍然叫達馬士格是古城 遇到耶穌向他顯現 你為何要迫害我 蘇羅你為何要迫害我 然後盲了 經過一個痛定思痛之後 便知道這個才是要送耶穌 然後便變成使徒保羅 便寫了羅馬書 《哥林多傳書》 成為《新約聖經》一個很重要的作者 他其實也是把耶教推廣到世界的觀念 他是一個最重要的人物 即是我們上次說的 恩信清義 只要你信耶穌 就是可以成為異人 對,外邦人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不一定要猶太人才得救 伊斯蘭教也很重要 就是在公元的1258年 承吉思韓的書 第三次蒙古西徵 殺到他已經去敘利亞 準備掠埃及 埃及的穆斯林組織反攻 由埃及的軍隊 有一個阿里 由埃及殺回去 修復敘利亞 救回伊斯蘭世界 當時殺得很慘 原本巴格達幾十萬人殺清光 伊斯蘭幾乎全部滅亡 好在埃及殺到敘利亞 之後救回伊斯蘭世界 所以埃及到敘利亞 都是三大宗教的一個非常重要 他們的聖地 但你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跟中國有關係 這個敘利亞的基督教 就是後來逃亡了唐朝的警教 現在我們看到警教的非常高 用的十字架是最大基督教 當時那塊兵叫大宗警教流行中國兵 因為當年 這個脫師底利亞 這個教派 脫師底利亞 他是一個教父 早期基督教的一個教派 早期基督教的教派 但是這個教父的理論 就不能夠通過了教皇 其他的教父的同意 慘被迫成為二端 他的信徒的門生 就被逐出羅馬 經過很多很長的路途 終於逃亡到中國 來到中國之後 唐朝的皇帝李世民 派大臣去迎接他 所以他曾經在中國流行過一段時候 就叫警教 現在留下來的石碑 看到他的歷史 這個也是現在大家 體會到 是聚利亞的耶教 因為你知道當時的耶教 有很多教會 除了羅馬的天主教之外 還有其他聚利亞的 有亞美尼亞的 有埃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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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時候 有一個敦煌展 很恐慌 其中一個展品 就是剛次官說的 《敘利亞文的聖經》 真是在敦煌的文物 其中一個 因為他曾經 通過敦煌 敦煌是東西方的門戶 來到唐少 你有說過的笑話 讓大家聽聽 當時耶穌不是讀耶穌 是逆耶鼠 老鼠也鼠 那不重要 因為是逆陰 你知道當年 也會當成佛教的影響 所以他們的教堂 都叫做子 好像西方的子 像佛教一樣 都是和尚 都是真人 所以唐朝的包容性 比起當時的西方 是大很多 因為當時西方的宗教 哇 那個牌子 真的一樣 但是不要不知道 這個並不是 是耶教 正宗傳入中國 因為 朱師弟 這個教派 是視為異端的 這個警教 都可以視為異端的基督教 直到元朝的時候 才是第一次 正式式傳入 當時叫做也里可溫甲 也里可溫甲 聽信教的 多數是元朝的皇室 這是一個問題 為何會這麼快去消滅 色微了呢 因為他是皇室 公主、庫馬、皇子 他派主教來的 但是傳教受洗的人 都是皇室 當皇室沒有了 元朝滅亡的時候 他成全不下去 變成真真正正 現在講到 東傳的 真真正正現代的 基督宗教 就是明朝 就是利馬鬥 這件事跟我們上次講 馬丁路德 宗教有關 就是因為 新教 馬丁路德 有95條 他新教之後 經過不斷打壓 勢力一直壯大 因為 一些天主教的教師 有識之士 有軟見的 品格比較高尚 學問比較好的 那班都覺得 我們以前的做法是錯的 人家之所以有一個新教出來 又得到這麼多的支持 一定有他的重力 有原因的 原因是我們那個有問題 所以是腐敗 關鍵就是腐敗 物先父而後從生 所以他們有一班 比較有軟見 道德比較高尚 學問比較好的 就決定要改革 成立耶穌會 很出名 耶穌會 除了在歐洲 想關顧天主教的勢力之外 還會派人 因為當時是大航海 派人到世界各地 傳他們 耶穌會的福音 叫做教義 跟新教爭市場 利馬丁來到中國 這個又要講講耶穌會 他有一個特點 這個人是有武士的 是可以打的 他要強壯身體 是一個武力團體 但是後面 他是很注重學問 所以 利馬丁來到中國之後 第一件事不是傳教 是學中國四書五經 他首先要看中國人喜歡什麼 他以為是喜歡佛教的和尚 剃光頭扮和尚 所以叫做楊真 鬼佬和尚 可不可以看 和尚不是地位最高 是穿余服那班附書的人 四書五經 就要學瑜伽了 是了 就是剛才所講的 四書五經 精通 他真是精通 他真是懂 這裏有個提案說 講講 我經常去留心這些東西 這個 我去到澳門大三巴 澳門是一個天主教重要基地 這個東西是耶穌會的 這個大三巴 門前有兩個 叫做棋桿 這個棋桿 有一個已經拆位了 現在還有一個 這個在他的 如果我們面向大三巴 在他的左手邊 這個棋桿是什麼叫棋桿呢 棋桿就是一些石 做了兩個石的 護衛著一條棋桿的棋 這個棋桿將來是一些木杏 就插進去棋桿 然後中間穿了一條木 固定了它 兩邊有的 這個棋桿是什麼呢 正當你考到公明的時候 明朝的時候 考到公明的時候 你是什麼什麼 及帝的舉人 或者盡視 有資格掛這些棋桿 表達你的公明 你知道這些棋桿 只能夠在他每一個人的祠堂裡動出來 但是呢 意大利的神父 這些外國神父 他考到公明之後 他是沒有祠堂的嘛 他也沒有祠堂 就算是祠堂 都回到他鄉下了 是啊 所以 這個教堂 就當作祠堂 即中人 就准他在他上高 在他的前面 插一支這樣的棋桿 所以就呼應你剛才說的 他考過公明 很多是神父 過了來之後 他讀漢院的經籍 參加考試 考試之後 可能考到一個舉人 考到這件事之後 他就有資格 樹起那支棋桿 就什麼什麼年的 這件事真可憐 當我經很多年前發現了之後 我講給他們那些帶隊的聽 他都不知道有這個感覺 他見到這塊東西都不知道 這兩塊石都真可憐 底部都黑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人放狗上去 因為那些人放狗上去 那些男狗看到那兩塊鳍桿 那時候就肥了 所以 第一對就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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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又變得黑色 是呀 真是陰工 很慘 所以現在 不知道有沒有再加玻璃保護呢 我不知道 那些人對歷史文化不認識 就引致到有這樣的遭遇 再說回利馬鬥的人才 利馬鬥來了中國 當時明神中 都對他很優勵 他跟士大夫關係打好了之後 在北京一直跟士大夫甚至王族 有一個不錯的關係 慢慢慢慢多了耶穌會的人 就進去 主要在上層 即士大夫階層 和皇宮那裡發展這個信徒 一般百姓都是蕭香拜神 接觸面都不大 我們中學生讀書都讀過 四書院經譯做拉丁文 又教中國士大夫 徐光啟里茲祖的幾何學 數學 又幫他們授禧等等 一直到清朝 清朝 因為他們天文學的知識很高 很多時候 由耶穌會這班教士 做陰天鑑 陰天鑑意思是天文師 即是天文台長 以前我們香港人是林超英 現在是岑志明 那時候都叫做陰天鑑 即是天文師 陰天鑑就是中國當時以農立國 那麽重視陰天鑑 你要準確算計到歷法 天氣 牽涉到農產品的收成 順收 甚至是時系會穩定 美量則亂 所以國法 既然皇帝 康熙發覺 耶穌會這班人 天文知識 就用他們 但是 陳一道 康熙信過教 陳一道 這個地方做了一個貢獻 他向教廷講述 中國人拜祖先 並不是拜偶像 所以是容許到中國人拜祖先 他神宗最遠 他是拜祖先 我們都會紀念自己的祖先 西方人 拜天即是拜上帝 他求同傳義 他求同傳義 因為教廷改變了對祖先崇拜的看法 所以又禁止 康熙也有很多種種原因 所以他們引致不對勁 於是反對宗教 反對基督教 反出來 限制了他們的活動 但是還未至於驅逐傳教士 最慘的是 去到雍正的時候 牽涉到太多宮廷鬥爭 而傳教士 因為很多人在皇宮入職 也有些牽涉到他們的鬥爭 結果下令禁止了傳教士的活動 傳教就中斷了 最多在裡面做什麼呢 畫畫這些 這就是郎世玲了 郎世玲了 就是雍正時代最出名的古典畫師 郎世玲了 他代表白晉堂 現在就在台灣的故宮 國立故宮博物館 就篩藏到郎世玲的珍跡 其中一幅很出名 就叫白晉堂 可惜西洋傳教士 就沒有辦法再將西方的先進知識 傳到中國 直至到馬令遜 即是家慶 即是東西方貿易開始 雖然還是禁教 但東西方貿易一路發達 多了新教的傳教士 舊教的傳教士等到 有新日本的聖經 即是馬禮遜 另外也有新派的傳教士 新教、舊教也有 就陸續來到中國 到鴉片戰爭之後 也有多了很多天主堂 吳口通商 沿海也有多了很多 包括香港在內 割了被英國之後 英國也有 第一件事就是 你起了一間聖讓在囊 對 過百年歷史的名校中學 都是教會辦的 所以教會的力量 亦都在香港慢慢建立了 建立了出來 起初 舊教也有 香港很多天主堂 基督堂 很多這些都是過百年歷史的 全部過百年的 所以亦都形成為何 香港的基督教 在教育界 在政界 很多高官都是名校出身 那個勢力會這麼大 而且財產會這麼多 因為很多時候地價便宜 是他 一直傳到現在 地價升成這樣 現在建堂又是豬籠入水 不過發展到今時今日 九七之後 教會亦都變成另一個樣子 是 這個是說來話場 今天講不完 差不多 今天講到天主教之後的發展和來話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講到反猶 我們上次講到 宗教改革之後的 形勢的發展情況 和 傳回東方的大改形勢 今晚 禁錫金話 就此 拖著 我們再有機會繼續講講宗教的故事 宗教問題 請楊先生 多多指教 拜拜 拜拜 再見